前面几节课呢,是咱们的一些必备知识 快速的掌握了一下UNIAP的基础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咱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项目实战 首先我们需要配置一下我们的平台 Web开发嘛,所见即所得 所以咱们先要把一个调试环境搭建好 我们的开发呢,主要是在微信小程序 App端,然后还有H5上面来开发 这节课咱们先把这几个平台的环境配置好 让我们的项目能够在这些平台上正常的运行起来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微信小程序 在前面的一张呢 我们已经把微信小程序的一个开发者工具下载完成了 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原生微信小程序开发的一些相关知识 那么呢,现在我们把微信小程序开发者工具打开 打开我们怎么做呢 先看我们的一个设置 这里呢,有一个安全设置 要确保我们的一个服务端口是一个开启的状态 这样呢,我们的HX才能够正常的拉起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在确认我们的服务端口是开启状态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HX中 然后在HX里面我们去新建一个项目 或者是用我们之前讲解基础知识点的项目也可以 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进行配置 我们怎么去配置呢 当前我是MacOS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直接点击HB.X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偏好设置 而我们的Windows呢 我们的设置在工具里面 我们的下面会有一个设置按钮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点击就可以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设置页面 然后点击我们的一个运行配置 这里呢是我们手机模拟器运行和浏览器运行相关的一个配置 首先先看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 往下翻 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小程序运行配置 在这里会选择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的路径 这个路径一般不需要我们手动去填 只有说在没有正常拉起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的时候 才会去填这么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微信开发者工具安装的一个目录 点击浏览 在我们的电脑中去找到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 安装的一个目录 在Mac中呢 直接选择我们微信开发者工具.app的一个应用就可以 Windows呢 选择后续是.exe的一个打开方式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就可以 这样就配置了我们微信开发者工具的一个路径 像百度呢 支付宝字节跳动QQt程序呢 它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手动去配置 只有在我们打不开的情况下 才需要去检查 去配置我们的一个安装路径是否正确 确认我们的路径还有我们的一个安全设置 都是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中 正常的去运行我们的项目 点击运行 这里有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 点击 可以看到下面的控制台呢 就会去正常的编译我们的项目 稍等一下 我们正在编译中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控制台有一个报错 它会提示我们 如果微信开发者工具已经打开 请关闭重视 或者去将微信开发者工具升级到最新版本 这个报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错误 首先我们要确保之前安装的一个微信开发者工具 是一个稳定版 当初在安装的时候 跟同学们已经说过 我们要去下载稳定版本 不要去下载我们的其他版本 因为这里可能会能正常的去拉起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把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关闭 然后完全退出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重新的运行一下 现在呢就正常打开了我们的项目 我们注意看打开之后 我们的一个项目结构 跟我们的原生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 我们在这里会把我们的UniApp 编译后的一些框架代码 会编译到我们的项目中 这里的代码我们不用去管 原码我们只关注工程中的这些原码就可以 编译后的代码 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去改动 除非遇到某些bug 要去查找我们的错误 可能会去看一下原码 然后我们在项目中 我们去随意编辑一下 在哈喽后面我们去加个UniApp 然后我们保存 注意看我们下面的控制台呢 会自动去重新进行一个编译 然后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会自动的去刷新 HalloweenApp 在我们平常开发中呢 把我们的编辑器关掉 只保留一个模拟器和一个调试器就可以 这样呢 只去关注我们的输出 我们的输入呢 在HX中去编辑我们的代码就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微信开发者工具的使用 接下来呢 看一下我们一个APP真机和模拟器的一个操作 这里呢 我们只讲安卓真机的连接和IOS模拟器的使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安卓真机啊 我们怎么连接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演示我安卓真机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截了几张图 用华为的一个设备去截了那么几张图 演示一下我们安卓真机如何去连接到我们的HX 其实它的一个连接过程呢 部分的我们的安卓机器都差不多 都大通小异 所以我们来这里先简单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确保我们的真机和电脑 已经通过数据线连接在一起了 然后先看我们在设置中 找到关于手机 然后打开之后呢 我们找到一个版本号 在这里呢 去点击五次 这个时候会打开我开发者模式 我们进入到开发人员显像之后呢 往下面翻会有一个USB调试 把它打开 打开USB调试之后呢 我们有些设备 它可能是仅充电的一个设置啊 选择闯输文件 这个界面怎么找到呢 大部分情况下呢 都是我们下拉 打开我们手机的一个通知栏 在里面会有一个USB的连接方式 这个时候会给我们谈出一个 是否允许USB调试 我们选择始终允许就可以 点击确定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连接安卓设备 回到我们的HX中 如果我们的连接都正常的话 现在点击运行 然后运行到手机或模拟器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安卓设备 或者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小图标 可以运行到我们的设备 当我们点击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控制台 开始去编译我们的项目 然后稍等片刻 编译成功之后呢 会在我们的手机中安装一个调试基座 我们在手机中怎么操作呢 点击确定安装就可以 安装成功之后呢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重启一下项目 我们点击重启就可以 这里的一个重启 我们点击 重新去编译 现在就能在我们的安卓设备上 正常的看到我们的项目了 这就是我们安卓真机的一个运行方式 然后再看我们的一个iOS呢 我们的iOS真机连接到我们的电脑之后 可以在我们的运行 手机到模拟器 我们会在下面去看到 iOS的一个真机 一般情况下呢 插入到我们的一个iOS真机 我们这里就会显示 如果没有正常显示呢 我们建议去下载一个 iOS的手机助手之类的 比如说S助手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连接到我们的HX了 包括iOS的一个模拟器 模拟器呢 如果你正确安装的话 也会在这里去显示我们的一个模拟器 点击运行就可以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iOS模拟器 我们怎么安装 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 只对我们MacOS系统的同学有帮助 我们的Windows的同学呢 可能帮助不是特别大 首先要找到我们的一个Xcode 如果你的系统当下没有安装Xcode的话 我们要去苹果市场去下载 我们在Xcode的选项里面 点击一个偏好设置 打开我们的偏好设置之后呢 找到到时候第三个选项 Comptons下面会有我们所有的一个模拟器 选择好我们模拟器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我现在下载的是12.4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下面的安装 安装我们的一个模拟器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之后 最好重启下我们的一个HX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去看到我们的一个模拟器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运行方式呢跟我们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和一个安卓针机都类似 然后就正常的去拉起了模拟器 模拟器起来之后呢 就会正常的去显示我们的一个项目 我们在这里去修改我们的一个内容 把我们的UniApp给它删掉 只留一个Hello 然后我们保存 回到我们的模拟器看一下 现在就变成Hello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iOS模拟器 最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H5怎么配置 H5呢 在之前的几刻我们一直都在讲 都在用到 但是如果在你的运行里面 我们不能正常的运行到Chrome 或者运行到我们的浏览器中呢 同样的需要点击我们的一个设置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运行配置里面 再往下翻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浏览器配置 可以把我们的Chrome浏览器的安装路径 或者我们的火湖的浏览器安装路径 在这里浏览 找到浏览器的一个安装目录 把它的路径选择或者拷贝到这里 保存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运行到 对应的一个浏览器 我们在这里运行一下 我们运行到Chrome里 然后我们切换到一个手机模式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呢 就可以正常的去编写我们H5的代码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有的一个平台配置 配置了一个安卓的真机 配置了一个微音小程序 配置了一个iOS模型器 然后配置了一个H5 接下来的课程呢 都会在这些平台中去运行 去调试查看我们的一个效果 那其他的平台呢 会在我们实战课程结束之后呢 有单独的一块内容 讲我们的一个平台设置 和一个平台适配的问题 在此同时 就会去完成我们所有平台的一个跨端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